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美国故事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 鸭子与总统 威尔逊的羽毛危机 二 总统的轮胎 塔夫托的体重挑战 三 总统与火箭比 肯尼迪的比肩外交 那么 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鸭子与总统 威尔逊的羽毛危机 各位听众 今天我们要谈的是一个不那么严肃 但又极具启发性的历史小插曲 这个故事的主角是一只鸭子 和美国的第28任总统伍德罗 威尔逊 这个故事可能是虚构的 但它绝对能让我们对政治风波 有一个更加幽默的理解 话说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 威尔逊总统在白宫的玫瑰园散步 思考住如何解决当时的国际危机 突然 一只迷路的鸭子飞进了玫瑰园 并在总统的头上落下了一些不速之客 没错 就是鸭子的羽毛 这个小插曲很快就在华盛顿的政治圈内传开了 人们开始戏称这是威尔逊的羽毛危机 这个故事很快就被政治对手用来嘲讽威尔逊总统 说他连控制自家后院的鸭子都做不到 又怎么能妥善处理国家大事呢 当然 这只是一个小插曲 但它却反映出政治中的一个有趣现象 有时候 一个小小的意外或失误 都可能被放大解读 成为政治对手攻击的把柄 这就像是一场政治版的鸭子效应 一只小小的鸭子引发的羽毛飞扬 竟然能够在政治舞台上掀起波澜 不过 威尔逊总统也不是省油的灯 他据说回应道 这只鸭子只是在寻找一个 能够安放它那些高飞的理想的地方 而白宫无疑是最合适的选择 这番话巧妙地将一场小插曲 转化为一次机智的攻关应对 也让人闷见识到了威尔逊的幽默感和政治智慧 所以 各位 下次当你们看到鸭子时 不妨想想它们在政治历史中的飞翔 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启发哦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总统的轮胎 塔夫托的体重挑战 各位听众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轻松又有趣的话题 总统的轮胎 塔夫托的体重挑战 威廉或华德 塔夫托 这位美国历史上的重量级人物 不仅因为他的政治成就 还因为他的体重而闻名于世 塔夫托先生 作为第27任美国总统 他的体重一度达到了惊人的340磅 约154公斤 这让他成为了美国历史上最重的总统 有趣的是 他的体重不仅仅是一个个人健康问题 他还不时地成为公众讨论的焦点 甚至影响到了他的公共形象和政治生涯 其中最著名的故事 莫过于塔夫托总统被困在白宫浴缸的传闻 据说 他的体型如此之大 以至于 有一次他在浴缸中洗澡时 竟然卡住了 需要积个助手来帮忙把他拉出来 这个故事虽然后来被证实是虚构的 但他反映了塔夫托体重问题 在当时社会中的关注度 塔夫托的体重 不仅仅是个笑话 他还对他的健康造成了严重影响 他患有高血压和睡眠呼吸暂停 这些都与他的肥胖有关 在他的总统任期结束后 塔夫托开始认针对待减肥 他改变了饮食习惯 增加了运动量 最终成功减掉了大约70磅 约32公斤的体重 塔夫托的故事告诉我们 即使是国家领导人 也不能忽视健康管理 他的体重挑战也提醒我们 无论是在政治还是个人生活中 保持平衡总是至关重要的 毕竟 一个总统如果连自己的轮胎都搞不定 那他如何能够驾驭整个国家呢 所以 下次当你看到一辆总统坐驾缓环时过 不妨想一想 那辆车的轮胎 是否比塔夫托总统的轮胎 更能承受重量 毕竟 在政治和生活的道路上 我们都需要兼顾的轮胎 来支撑我们前进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总统与火箭比 肯尼迪的比肩外交 各位听众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有趣的话题 总统与火箭比 肯尼迪的比肩外交 这个故事可不是说肯尼迪总统 有一天突然对火箭科技发展出了浓厚的兴趣 而是一支笔 一支非常特别的笔 成为了冷战时期外交的一个小插曲 在1960年代 美国和苏联的太空竞赛如火如荼 两个超级大国都想证明自己的科技实力 但是 你知道在太空中普通的钢珠笔 是不管用的吗 因为没有地心引力 墨水无法流向笔尖 苏联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很简单 他们用铅笔 但是 铅笔碎屑和木屑在太空舱内 可能会导致设备故障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这时 美国人展示了他们的创新精神 一位名叫保罗 费舍尔的发明家 设计了一支能在无重力环境下 书写的太空笔 也就是所谓的火箭笔 这支笔内有一个压力罐 可以让墨水 即使在无重力的状态下 也能流向笔尖 这项发明不仅仅是技术上的突破 更成为了美国创新和工业实力的象征 肯尼迪总统 作为一位富有魅力和远见的领导人 非常清楚外交不仅仅是谈判桌上的交流 还包括文化 科技等各个层面的较量 他意识到这支火箭笔 不仅是太空任务的工具 也是一种外交上的象征 于是 这支笔就像是一个小小的外交使者 传递住美国的创新精神和科技实力 有趣的是 后来苏联太空计划 也开始使用这种太空笔 这无疑是一种无言的认可 你看 即使是在冷战的队里面 人类对于科技进步的追求 还是能够跨越意识形态的隔阂 所以 下次当你看到一支笔的时候 不妨想想它背后可能隐藏的故事 或许它不仅仅是书写的工具 还可能是冷战时期外交战场上的一个小小战士 而肯尼迪总统 通过这支笔的故事 也许会提醒我们 外交的艺术 有时候就藏在生活的细节之中 各位听众 今天我们通过这些有趣的历史小插曲 看到了政治和生活之间的一些有趣联系 从鸭子的羽毛危机 到塔夫托的体重挑战 再到肯尼迪的比肩外交 这些故事不仅让我们笑了一笑 还让我们思考了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 首先 这些故事告诉我们 政治和生活有时候是紧密相连的 一个小小的意外或失误 都可能成为政治对手攻击的把柄 但同时 这些故事也展示了政治人物的幽默感和机智应对 他们能够巧妙地将这些插曲 转化为一次公关机会 另外 这些故事还提醒我们 保持平衡是至关重要的 无论是在政治还是个人生活中 我们都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才能够更好的应对挑战 一个总统如果连自己的轮胎都搞不定 那他如何能够驾驭整个国家呢 最后 这些故事也告诉我们 外交的艺术有时候就藏在生活的细节之中 无论是一只鸭子的羽毛还是一只笔的故事 它们都反映了政治和科技之间的微妙关系 以及人类对于创新和进步的追求 所以各位当你们看到鸭子总统的轮胎或一只笔时 不妨停下来思考一下它们背后可能隐藏的故事 并对生活中的细节多加关注 毕竟有时候这些小小的故事和插曲 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启发 好了 各位 这就是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 我希望这些故事能够给你带来一些欢乐和思考 也希望你们能够加入讨论 分享你们的想法和观点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转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